大家好,我是Leo 這幾天天氣特別好 所以打算出來逛逛 看看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誰知真的被我找到 大家看看這一天 一開始看的時候 以為為什麼有人會斬了一棵樹 但是 看看左 看看右 也有同樣的痕跡 這個就相當 舊了一點的痕跡 看到這裡 白色其實是相當新的 應該是這兩天 或者 這個星期之內 咬爛了 的痕跡來的 你看到整棵樹 沒有了 掉了 掉了 這個 而這裡 除了這個位置之外 這些 你可以仍然看到 這些痕跡 是人圍的 因為斬口 斬得很漂亮 但是你看看這個 很清楚 還有看看地下的碎 你會看到 這些全部都是咬你 所以 這個發現 就是看到 在這個湖 附近 是有 這個 所以今天呢 就打算來 看看會不會找到 真正的 Beavers 跟他們 我們拍一輯 漂亮的照 其實今天 陽光非常之普照 所以 如果他們 今天會 之後出來 應該 都拍到很多漂亮的照 你看看 這裡 是有另一棵 遭殃的樹 是很漂亮的 斬口 這些 看到 平曬的 切口 就是人圍 用鋸斬的 但是 咬下這棵樹 就 一定是 Beavers 因為你看到 這些 這些 打橫的 痕 就是門牙的痕 來的 沿著整個河邊 全部都是 已經被咬爛的樹 而且 而且他們的切口 都很新 看看這棵 這棵 應該就是 Black Maple 這棵樹 牠的牙 已經開始 準備 生的了 就是 剛剛 現在三月 準備 牠們的 牙呢 就可以出樹葉 但是 你看到 這個 哇 這個 真的非常之厲害 咬了一半 有沒有見過 大家 我都是第一次見到 一開始 那時候 還以為是 誰 斬過一棵樹 原來是 大名鼎鼎的 Beavers 這個節目 是 ご覧の スポンサー 提供 で お送り 不知道大家 對 Beavers 有多熟悉 牠身為 這個 老鼠的一圓 Rodentia 這個 摺齒類 不知道 那個字 是否這樣讀 但是 除了 南美的 Cathybriar 之外 就是 第二大的 老鼠 那 牠通常 就是生長 在 湖的附近 基本上 牠就是 自然的 Lateral Landscape Architect 那 牠就會 起水壩 我想 大家 聽到 Beavers 應該都會知道 起水壩的能手 那 牠在 不同的湖 起水壩 幫助牠自己 去那裡 增長 還有成長 那 通常 Beavers 都是一夫一妻子 那 起了個 起了個 家裡之後 就在那裡生 寶寶了 在那裡見到 沿著整個湖 就是 差不多 所有植物 都是遭殃 好 剛才 在 湖的 右手邊 走過來 然後 看到 又有另一棵 小 已經被牠 咬斷了 就算 你現在有 膠 這個膠 我相信 就是為了避免 Fever 去咬 但是 都沒什麼用 你看看 剛剛 剛剛 好這個位 就是咬上 少少 就已經 沒有了 也可以看到 牠們在那裡上來 剛剛這個位 就是 這個 剛剛套進去 就是牠們上來那個位 可以看到整棵樹 的樹皮已經咬爛了 今天就是 冬天就是吃這 樹皮 整棵樹 維生的 了 Fever 是 很雜食的 素食者 基本上牠們 什麼都 什麼植物的部分 都吃到的 都會吃的 你看看 外面 這一棵 也都咬爛了 但是暫時 都沒見到 Beepers的蹤影 來 這裡全部 你看到 Shrub也好 樹也好 這些全部的切口 都被牠 用來吃 要是呢 就用來 這個 提壩的 或者 是牠們自己的家 看到這裡 整棵樹 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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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一直咬爛 也都看到 牠們有其他位在這裡上來 剛剛這個位 套進去 就是牠們上來的位 看看會不會找到牠們的手掌印 又是另一棵 又是另一棵 遭殃的樹 你看看這棵 這棵樹 我手掌最闊 應該是去到八尺 對 八寸的 這棵樹大概 都差不多十寸了 十寸 牠們 咬爛了十寸的樹 用我的嘴 真是 嘴巴嘴 暈性 就是這些 整棵 這棵樹 是很出名的 Hardwood 牠們生長的 牠們 牠們 生長的密度 是很高的 看一下 看一下 牠們的環節面 是非常之密的 所以 比一般的蟲樹 長綠樹 比較難咬 但是牠們 好像沒什麼困難 已經咬爛了 看一下 這裡 也有一棵 咬爛了的 Sida Sida 相對地 就是 增進得比較快的 softwood 來的 這些 就沒有那麼緊密的 裡面的組織 而牠們就 這棵應該相對地容易咬 沒錯 你都看到 其他受遭殃 在河邊的植物 那我們看看沿著河邊 會 看看會找不找到其他的 或者找不找到他 真正的家 我剛才好像看到少少東西 大家看不看到 牠的鬥 是這個 這個就是牠的鬥 我們看一下 可不可以走路過去 因為中間 剛剛就隔著那條 可能有點難度 Beavers 在加拿大 是 official 的動物代表 來的 牠的學名 也都是 有加拿大這個字 在牠 特色的動物 特色的動物 而且 牠也都在 這個 五仙上面 出現了 名符奇術的 那隻五毛 看到這一棵 威嚕 這棵威嚕 厲害 你看到牠 這些被 beaver咬的痕跡 這些全部都是 beaver咬爛的痕跡 但是 這棵威嚕 是未死的 牠是保持著生的 因為 威嚕 爐 這棵 柳樹 柳樹相對來說 是生命力比較強的植物 基本上你插枝的話 你放在哪裏 你放一枝 枝條 牠都可以生得到 就是 你看到 哇 這棵 雙上也是被牠咬爛了 不過 我們暫時未過到去 這裏過去有點難度 今天 帶著了相機 有點難度 這裏 好像過到 小心 算 有種難度 原來我現在 要跳 好 嘿 是沒有人 好 過了去河的另一邊 你完全看到 都是beaver的痕跡 又是 咬爛一些樹的痕跡 好 我們走去牠的家裡 看看 我們盡量不要 騷擾牠的情況下 去找一下 他們的蹤跡 突然間好像 好像BBC的 紀錄特輯一樣 這個 邊邊邊 生命力 這個就是那個湖 剛才我們看到 原住的湖 這個全部被牠咬爛了 你看看 這棵湖 已經斷了 但旁邊 這裡已經生長 出來了 生命力太強了 但我們現在來到 他們這個 Lodge beaver的Lodge 即是他們家 但是 暫時都沒有看到這個beaver的痕跡 相信他們也是睡覺 很久 這麼早 看看牠們怎麼建 這裡 其實 上面這個位 都是 本身是地面 但是他們就把 河裡面的 泥搬上來 這裡全部都是 應該是他們搬上來的 泥 那牠就好像做了一個 坑 有一個洞穴 那牠們的入口在哪裏呢 就一定是在水底的 在水底下面入的 那 通常呢 牠們都會有多過一個出入口的 那方便可以走路 那看到這裡全部 這裡全部的樹 咬完樹枝 都是牠們 在剛才其他不同的地方去咬回來 這個就是一個正後方 看到的 但是呢 暫時都未見到有任何Beaver的痕跡 這個就是隔壁 另外一邊看 等我走出一點點看看看不看到 就是牠們的家 了 走過對面 在另外一邊看回來會 看不看到牠們會不會在裡面 看到這裡所有樹枝都已經咬爛了 那牠們除了咬爛一些樹枝來做牠們的家 或者建一個泥霸 蹄霸之外 其實牠們的幼嫩的樹枝都會吃的 你看看這個 真的有個家都沒用 除非你加到很長 已經咬爛了 看沿路 沿路有加 沿路也沒用 這裡可以看回牠們的家 剛才等了好一陣子 在牠們的附近 但是相信現在因為已經有燭 所以現在大概都是 點多兩點 那牠們作為這個 野行性的動物呢 應該 都沒有這麼早出來 雖然冬天的時候 牠們在鬥裡面 應該都看不到 都沒有任何的光線 所以牠們的 生理時鐘都可能會亂了 但是 剛才 即是現在 出來的那邊都是看不到 可能 遲些 今晚 或者再明天 在不同的時間 再去找一找 可能 可能會看到 看看會不會拍到 一張 一張就夠了 一張 beaver的相片給大家看一下 如果拍不到 就是 暫時沒有完 暫時 在五毫子 五仙那邊看著 好 如果 拍到的 就給大家看一下 如果拍不到的 我們下回再見 謝謝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